你们在说什么呀 什么真相 什么解药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宋贤 对不起 有些事情 我跟逸臣还有志远他们 一直都在瞒着你 可是我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你和乐严 娘 来 你先坐下 我和文叔叔 慢慢给你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你先出去 是 义父 我代我爹跟弟弟向您赔罪 孩子 你叫我什么 义父 虽然您不是我亲弟 你养育我 也是为了利用我报仇 可毕竟您养育了我整整十二年 当年是我们温家亏欠您在心 我已经回到温府 认责归宗 好 但您养育之恩 我不敢忘 快起来 孩子 快起来 孩子 你真的可以原谅我 还认我做义父 我已经跟我爹商量好了 您膝下无子 我也不改名唤姓 我仍然叫安逸臣 将来我娶妻之后 生的第一个儿子也姓安 为安家延续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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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相护 判断 是不是 你们快起来 很容易 没有 能 师兄 从你走之后 我一直没有时间 来看看你 现在我平安地回来了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来祭奠你 给你上杯祭酒 过去的恩恩怨怨 让你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今天开始 这一切在我心目当中 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我希望你的在天之灵 也能够释然这一切 这杯酒 我敬你 志愿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就正式的 把我的宝贝闺女交给你了 从今往后 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保护她 来 你 叫我 哥 你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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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该结束了 你果然很聪明 没错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 除了我 还有文府 还有我岳父 还有魔王领所有 不肯归顺日本相会的 相互户 你岳父安秋生 不是在你父亲去世那晚 失踪了吗 我们都以为 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死 他逃走之后 就落在了文世轩手里 我跟义辰都觉得 他在世轩手里反而更安全 所以就假装不知道 宁家和文家的争斗 不过是一出戏 其实你们早就联起手来 对付我们日本相会了 对 事到如今 我也不用再瞒着你了 惠子 今天回去以后 转告令尊大人 告诉他 他想垄断中国乡市的阴谋 是不可能得逞的 好 我一定把话带答 谢谢 他们三个 不过是 被我开除出会的叛逆 就算他们在外面散布花文定毒 与我们日本相会 又有何关系 可是他们三个已经跟我承认了 是受你的指使 他们被我开除 心怀不满 栽赃于我 单凭口供 如何能定我的罪 一会儿在相会里搜到花文病毒 他就无话可说了 太郎先生 太郎先生 你敢让我们搜吗 你放心 我要是一个冲动鲁莽的人 也不可能做这个会长 你们都退下 让他们搜 不得阻拦 好 给我搜 是 报告 没发现 没有 没有 你们三个知道藏在哪儿吗 你们只要找出 藏在日本相会所有的花文病毒 你们就算立了大功 本局保证 会对你们从轻发落 把他们给放了 誓死相中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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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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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臣 你不要开心得太早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 最后赢的 还是我小鸭太郎 不是你安逸臣 局长大人 这三个 胆敢释放花文病毒的凶犯 已经畏罪自杀了 你看 该怎么样才能了解 局长大人 你们中国人 有句名言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们平时 与局长大人 也薄有交情 如果真的把人逼到绝境 只怕对局长大人 也有所方案 眼下 这三个重要证人 都自杀身亡了 你看这个案子 局长大人 局长大人 虽然这三个人 早已经被日本相会开除 可是日本相会 还是应该赔偿整个魔王岭 所有花农和相防的损失 还有 把所有花田 还有相防 全部投出来 全部投出来 太郎先生 眼下 就算我们警察局 因为证据不足 还不能对你们日本相会怎么样 但是 那些花农们 和相防主们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太郎先生 我看 你就出钱免灾吧 我们大日本相会 历来最有担当 我个人 对本地的同行们 不幸地遭遇 深表同情 不过 我们 这可不叫赔偿 而叫补偿 我们日本相会 会大力自助本地相会 帮助他们 承担这所有的损失 虽然这一次 我们没有彻底地 击败日本相会 可是我相信 他们已经元气大伤 万国相会 我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 只等这一个月以后开幕了 小雅太郎一直希望 在万国相会 夺得天下第一项的金杯 我们一定不可以输给他们 眼下 我们要收集到 最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一个月之内 研制出最好的极品摩香 我愿意把我们宁家上半册的香谱 以及记载这下半册香谱的丝衣 交给大家 和大家共同研制新的香 至远 你这么做 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他能够同意吗 昨天晚上我已经去过祠堂了 向我们宁氏的祖宗和先父焚香祷告 现在各国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 如果我们还不破除门户之界 共同取仓补短的话 这话早晚会输 不仅会输给日本相会 还会输给各国的同行 至远 你能有如此的见识 真是难能可贵 难怪我的宝贝女儿 对你情有独重啊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邱先生 看来我们这老一辈 该给这些年轻人让位了 是啊 不好了 不好了 薛哥哥不好了 改之不见了 什么 房间里所有的衣物和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 看来他们早有欲谋 丑丫头 你有什么发现 空气当中 除了有奶娘和婴儿的气味之外 还有五个青壮男人的味道 其中有一个 是本地的小户人家 最爱熏的桂花香 应该是奶娘的丈夫 还有其他四个男人 他们身上熏的 全部都是日式熏香 真没想到 这日本人 居然会对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下手 是啊 这小鸭太郎实在是太阴毒了 孩子是文宁良家的骨肉 是咱们大伙儿的亲人 他抓走了孩子 就等于遏制住了我们所有人的咽喉 老爷 您看谁来了 请问这位姑娘是 夏辰 你不是也被日本人抓走了吗 怎么出来的 夏辰的归来 会不会是日本相会射的拳头 乐言 你放心 这次我没有被催眠 而且 我的神志已经完全清醒了 我这次能够回来 多亏了惠子小姐 惠子 就在一个时辰前 惠子小姐又催眠了我 但是 她这次没有向我灌输任何错误的记忆 而是告诉我一切的真相 夏辰姑娘 其实这一次我父亲要我放你回去 就是想让你挑起 闻家和花弄们的矛盾 虽然闻世轩是另一个魔王 但她已经诚心悔过了 希望你能放下过去 原谅闻世轩 也原谅惠子姐姐 对你做的一切 好吗 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脑子好乱 我明白 你刚刚恢复神志 又听我讲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 可能会有些迷糊 没关系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等你醒过来 就慢慢明白了 后来 她又给我点了醒神香 让我闭目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就知道所有这一切了 再后来她又把我送到了后门 让我来闻府找安大夫 对了 她让我告诉你 闻府的小少爷 也是被她父亲带走的 只是她父亲现在 好像已经对她产生疑心了 她暂时还没有找到 救小少爷的方法 多谢夏禅姑娘通风抱歉 夫人 你带夏姑娘去休息一下 夏禅姑娘 路上辛苦了 先随我到后堂 歇息一会儿吧 来 太郎先生 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吧 我儿子怎么样了 灵狼很好 我吩咐过奶娘 孩子一个月至少长一斤肉 要是少了一两 我会在她的身上 割下一两肉来补上 听太郎先生的意思 难道是想一直把我儿子 留在你身边吗 灵狼要在日本相会待多久 并不取决于我 而是取决于 宁大少爷和闻大少爷 别废话了 你想从我们本地相会 拿到什么利益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在万国相会上 夺得天下第一项的金杯 那我就祝我的前岳父大人 顺利如愿 练出新的香来 谢谢你的祝福 诸位都是中国练香界的 杰出人才 现在放下一切恩怨 团结一心 还有比你们更强的 炎制团队吗 有你们几位替我练香 我很放心 什么 你想我们帮你练出天下第一项 来交换孩子 不错 现在 我也不想跟你们 费心机了 三个月之后 要么 就拿香来换孩子 要么就替孩子收尸 逸臣别跟他废话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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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军 医生军 孩子 来啊 谁敢来 谁来我就打死谁 谁不怕死就来 志萱 带孩子走 快走 走 那你们小心 走 走 住手 住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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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军 想不到 想不到 你会再次背叛我 你太令我失望了 父亲 父亲 你为何就不能和本地的相互和平共处 共同发扬相吻话呢 荒唐 你居然被这些中国人所谓的情谊把你打动了 父亲 情谊和香是一样的 是不分民族和国界的 这是我这次来到中国最大的收获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 我调的香才比以前更加的美妙了 你调的香再美妙能治好你的病吗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以为这个中国男人会看上这样的你吗 我就是看上他了 怎么样 惠子 不要再听信 这个中国男人的甜言蜜语了 他如果对你是真心的 他就会想尽办法治好你的脸 可你所谓的中国朋友 肯把真正的香谱交给你吗 惠子 你不用担心 等我们回去以后 香谱 我自然会想办法 你不要再听信他的这些托词了 他们只是在利用你 你不要再犯傻了 他们对你所表现的情谊 只是为了利用你 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可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已经突破了我这个父亲的底线 父亲 我 我 灰子 你干什么 依晨君 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就让我千付谢罪吧 你有的 就是嫁给我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娶你 之前我执着于论颜的体香 原来这只是对青梅竹马的感觉 我完全忽略了我眼前的真爱 回此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婚嫁传统也是一样的 女子出嫁丛夫 你嫁给我 就要听我的 不用听你父亲的 你嫁给我吧 义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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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子 你真的要和她在一起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我妇女 断义决 太郎先生 三个月以后的万国相会 咱们终日相会 在义决高下 我们走 我们走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来 新娘子 这边走 我 是 那边走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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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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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一直以来 你都想要一个隆重的中式婚礼 可是眼下情况特殊 我二娘刚刚过世 你在名义上 也曾经嫁给宁志源 万国相会又要举办 所以咱们现在只能这么普通 没有宾客地举办婚礼 对不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记不过 您开始搞笑 我真的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对不起 给上海 给上海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不会辜负大家的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你们一起 研制这款天下第一项 那好吧 乐言 你娘留下的私衣 我也研究过好多次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破解其中的秘密 目前能够破解这私衣上秘密的人 就只有嫂子了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民宿苦想 在想 怎么样才可以让私衣显自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突破 不过我想 如果我想要炼制出世上最好的香 首先我们要保证的是 每一款单方香精都是极品 对 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共同努力 研究香谱 争取在半个月之内 每个人研究出一款极品香精 交给乐言 而且我们要保证每一朵花的质量 都是最好的 不仅要保证最好的花 我们在每一个环节 都必须要投入自己美好的心愿 杨说得对 香是有灵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炼香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很美好的事物 只有这样 才可以在炼香的时候 把这些美好融入进去 太好了 说得好 有着包含着所有人 最美好情感的极品单方香精 我和丑丫头 就可以练成天下第一香了 这件司衣为什么不选字呢 我已经试过了好多种方法 把该试的都试了 真不知道我娘 当年在司衣里面 隐藏了什么秘密 至远 乐妍 乐妍 大人 那个司衣上的香谱 有没有显现出来啊 还是没有 如果连你也破解不了 这个秘密的话 那可真是天意了 或许你娘在天之灵 并不想让我们练出这款香 邱先生也不必失望 香乃灵性之物 练出奇香的途径 也会有千百条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闲闲香谱 我们就另辟蹊径 文兄你说得是 现在离万国香会开始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咱们不能再想着破解香谱了 咱们应该另外想个办法 对 这是我们各自炼的 最好的香 这薰衣草精油 乃是我炼香 这么多年以来 提炼纯度 最高的一瓶精油 是啊 这瓶薄荷精油 也是我这大半辈子来 炼的最纯的一款 那瓶蓝色的 是我炼的迷迭香 这个灵兰香精油 是我提炼的 香橙精油 是我调配的 这是我和乐颜负责的 玫瑰香和台香 玫瑰香 好 太好了 这些香 都是汇去了我们 所有人的智慧 和心血的绝经 有了这些极品香精 我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调出 最好的香 温家没派人跟着你吧 父亲 我已经嫁给安逸臣了 你为什么还要找我 你究竟想怎么样 看来 看来 你对现在文府 大少奶奶的身份 很满足啊 忘了你的任务了吗 大家今天辛苦了 来 吃点糕点吧 来来来 来来 来 动手动手 好香啊 志愿 来 快坐 吃吃吃 你们饿了就赶紧吃 好香啊 好香啊 荟子 没事吧 坐下 哪里不舒服 我 我帮你把把脉 怎么了 你知道吗 你怀孕了 我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要当爹了 好 真的 恭喜你 温老爷 太好了 是啊是啊 恭喜来一团 恭喜恭喜 好 慧子 你 你怎么了 我 我 我做了个噩梦 可能是你刚刚怀孕 心里也太紧张了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一辰君 我本来只想安分地做个好妻子 可我若不帮我父亲拿到香菠 他就会以死相逼 还会把你们都斩尽杀绝 我该怎么办啊 诸位神灵在上 这瓶香 虽然还有些许瑕疵 但是 融合了小玉 的 我都会做了小玉 我这样子 都会做了小玉 带出小玉 你能够带你看看 那一件小玉 的事 可以做了小玉 我做了小玉 还得到小玉 没有 我做了小玉 我做了小玉 那有个小玉 你不可以做的小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兄 我们要成功了 嫂子 虽然我没有嗅觉 但是我依然能感觉到这香的美妙 恭喜你 也恭喜大家了 两个时辰快到了 我刚刚出了很多汗 我得回去洗澡了 等一等 你身上体味没有那么重啊 轩儿 难道你的体味已经恢复正常了 不 不可能吧 傻小子 我们在场的每一味 嗅觉都很灵敏 除了配衫以外 如果是我们都闻不到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体味已经变好了 真的 真的 是真的 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进行炼香 我已经发现你身上的体味日益转淡 今天奇香炼成 你嗅过之后 你的体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我明白了 我以前一心想要出人头地 心机太重 我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了 所以我常常失眠 才分泌过重的体味 这段时间 我一心想跟大家潜心炼香 心无杂念 我这么多年的病反而好了 轩儿 轩哥哥 你的病真的好了吗 嗯 别 别 你干什么 我觉得你脸上的红疹 已经慢慢消退了 你不妨摘下面纱试试 我 我不能摘下面纱 我会把大家吓坏的 慧子 你别怕 其实你跟世轩一样 除了生理上的病 还有心理上的病 他都可以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为什么你不可以 对啊 慧子姐姐 请你再秀一秀 迎接了我们所有人心血和智慧的这瓶香 难道 你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变化吗 这瓶香真的好美妙 让我一嗅便神清气爽 可是我不敢相信 我脸上的红疹真的会退吗 相信我 如果你有勇气揭开你的面纱 我肯定 你的红尘一定不见了 来 跟我来 我跟你说过 我要让你永远像樱花一样美丽 来吧 来吧 没有了 脸上什么都没有了 益城君 谢谢你 谢谢你 太好了 谢谢 乐言 我的脸真的好了 我脸上什么都没有了 全都好了 乐言 谢谢你 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变丑了是吗 当然了 这个香是集结了我们所有人智慧的结晶 当然要大家一块分享 这个香包里面是配方 等你下次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调上一些 你真的放心 把这个配方交给我 可我是日本人 人有国籍 但香无国鉴 可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是你父亲 你是你 我们都希望 你能说服你父亲 让他放下歧视 放下野心 这样我们才能正常地合作 正常交易 把香文化发扬光大 谢谢你们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乐颜调好了香 并且你的脸也被治好了 哈哈哈哈